那么既然您这么认为是性格起的作用了 最后您下决心 要跟儿子解除收养关系 这个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做的这个决定 他不管了吗 就是不管你们 他不管了 好了 后来儿子出现了变故 突然去世了 我相信您也很伤心 那肯定的 我们也很痛心 不管儿子他最终让您满意不满意 毕竟你把他养这么大 对吧 突然离您儿去 当初的养儿防老的计划 彻底没了 彻底没了 您心里边是不是又觉得 重新陷入了一种 我今后的生活将无遗无可 很恐惧吗 当然很恐惧 我现在 儿子的离突然离去 给您最大的打击 您最大的担心 到底在哪儿 无依无靠 无依无靠 对 把儿子曾经住过的那个房子 对 要把控在您手里 对 来增加您的养老资本 对 是这样吗 是这样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想法了吗 只要我们俩人 跟我缓着就行 我不需要痛 虽然儿子走了 孙子还在呢 是啊 他现在 就是现在 我跟他没关系了 跟他姐夫关系了 您跟儿媳妇没关系了 跟孙子还有关系呀 您的儿子有一个闺女 一个小子 一个小子 他去了 他已经的那个儿子 已经都死完了 好 替他 那得以换句话说 实际上您已经有一个孙子 一个孙女 已经死了 对 对吧 在您的儿子去世以后 孙子跟孙女 对您态度上有变化吗 有变化 也有变化 有变化 什么变化 你不是我严的 我不严你 哦 这样对您打击会更大 对 让您更伤心 让我追上 这个特别是这个闺女 把一老生 都是你们带大的 都是我们带大的 结果现在居然这么跟您说话 对 您现在就认为 您的儿子去世了 儿子既然是收养的 本来就没血缘关系 去世之前就解除关系了 解除收养关系了 那么现在 他的媳妇 包括他的一儿一女 跟您就都没关系了 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们现在嫌害恋人才 特别是这俩孩子 我们俩放不下 俩孩子实际上又放不下 对 你现在他多没关系 我跟他就要跟 大小给两大的 那既然放不下 为什么儿子去世了 您非要把房子闹回来 孙子还在呢 为什么不考虑给孙子 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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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把房子要要回来的 同时又怎么去考虑这孙子呢 我只要我狗用的 我给他孙子留一部分 给他留一部分 给他留一部分 他别人对我这骂态度 他还小 不过不知道成年人 这个最小孙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这家里的时候 哦 是吧 就是不管孙子孙女 将来对您怎么样 您还是惦记他们的 我还得惦记他们 将来还要给他们留一部分 我还得给他们留一部分 是吧 您千万千万别让我们怒会您 说儿子去世 不管不顾就要把房子要回来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觉得 您这老父亲有点 不是那个意思 太过分了 我也不是那个想法 不是那个想法 不是那个想法 还是对两个孙子有考虑的 有考虑